一棵树 乘以59 每一棵树都是为了纪念星期日 在拉斯维加斯枪击案中遇难的人 这座治愈花园是由志愿者们 用捐献的材料在一天内建成的 我拼命地工作来帮助他们 因为那些生命很重要 这就是它全部的意义 只关于爱 在这里 工作有助于亚利桑德拉 佐伦斯基忘记纳婉的恐惧 我当时只是帮助人们 不要被踩到 纳婉的情形记忆犹新 比如他把第一批遇难者送到医院后 打给父母的那通电话 嗨 我还活着 而且我能帮助许多 不像我和我朋友那样幸运的人 这座花园的管理者中间流传着一句话 植树的人种下的是希望 在花园的中央有一棵生命之树 这里的每位访客都可以设计一块瓷砖 然后用所有的这些瓷砖 组成一个马赛克样式的心形 寓意是每个人都可以帮助拉斯维加斯 把破碎的心重新拼接起来 这些当地的园丁并不是唯一出力帮助这座城市疗伤的人 一家名叫Nature Daddy的墨西哥餐馆 以蝎子酒出名 在一小杯龙蛇兰酒上泡上一只真正的蝎子 现在这家餐馆更加有名 因为他们为现场急救人员提供了1000份免费餐 我们送餐把食物拿给他们 之后急救人员把话传出去了 如果你饿了就休息一下 来这里我们会喂饱你和你的家人 就是这么自然的发生的 警方星期四把从演唱会现场收集到的尸体 交还给他们的家人 现在这些死者的家人朋友面临另外一个负担 丑化葬礼 相葬承办人莱恩·博温捐赠了免费的火化服务 他还在为我捐款网站建立了一个页面 为遇难者的家庭筹款用于丧葬事务 这些都是我的同胞 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家乡这场悲剧 你知道吗 我不想管它叫悲剧 我愿意说它是一次犯罪 因为这就是确切发生的事情 这场犯罪已经影响到城里的每一个人 许多拉斯维加斯周边的工商业也在提供帮助 一些服务着眼于今天或持续到下周 另一些则提供终身的疗愈服务 这些是这座城市所需要的 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拉斯维加斯报道